兄弟葡萄酒厂位于纽约上州的华盛顿维尔 酒厂创建于1839年 是美国最老的葡萄酒厂之一 从2013年起 这家酒厂开始向中国出口产品 我们在中国的销售每年都在增长 我们持续扩大对中国的出口 中国消费者对纽约州葡萄酒越来越有兴趣 2017年 这家酒厂生产的75万箱葡萄酒当中 大约有12000箱出口到北京 上海和香港等地 负责销售业务的副总裁敦斯莫尔 计划在未来三年里 把对中国市场的出口增加到3万箱 但是美中两国目前的贸易纠纷 增加了敦斯莫尔实现这个目标的难度 我们的出口会受到影响 人们会觉得我们的酒便贵了 如果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的话 我们葡萄酒的人民币标价会贵20%左右 中国政府最近宣布 对来自美国的葡萄酒加征15%的关税 使美国葡萄酒的关税税率 由先前的14%增加到29% 相比之下 新西兰智利等国对中国的葡萄酒出口为零关税 对于这些中小型葡萄酒厂来说 现在是格外关键的时候 这些厂希望在中国分一杯羹 和加州那些已经在中国经营多年的大型葡萄酒厂相比 他们在国际贸易纠纷中扩展海外市场的难度要大得多 纽约州是仅次于加州和华盛顿州的 美国第三大葡萄酒出口州 2017年 葡萄酒产业为纽约州经济贡献了140亿美元 是带动该州农业和旅游业的支柱产业 美国葡萄酒协会总裁詹姆斯·特雷塞斯 对美国之音表示 关税之争对美国葡萄酒产业的打击 不仅来自海外市场 这场贸易战争对所有美国葡萄酒厂 可能产生的最大威胁是 加州出口到中国的葡萄酒被迫转为内销 使美国国内葡萄酒市场的供应 在短期内急剧增加 并在全国范围内导致葡萄和葡萄酒的价格急剧下降 约上周的兄弟葡萄酒厂 敦斯莫尔和他的团队正在想尽办法度过难关 我们正在筹划推出两款定价较低的产品 以此补充我们对中国出口的中党酒 并作为扩展中国大众市场的一种尝试 在中党酒出口方面 我们会尽量在内部消化成本以减少价格波动 而新的低党酒将帮助我们维持 并扩大对中国的出口总量 纽约州的葡萄酒产业仍然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他们可以考虑转向其他海外市场 纽约州的白葡萄酒和欧洲流行的雷斯令葡萄酒 颇为相似 在欧洲应该很有市场 其次这些企业应该加紧对国会两党议员的游说 推动行政当局尽快解决贸易纠纷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巴菲尔德认为 两国的贸易谈判者仍然在试探对方的底线 贸易纠纷在今年年底的美国中期选举之前 很难出现缓和 兄弟葡萄酒厂的敦斯莫尔相信 最终能够帮助酒厂渡过难关的是产品质量和促销手段 纽约的气候和土壤与加州完全不同 这里生产的葡萄酒和欧洲葡萄酒更为接近 法国 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葡萄酒商在中国经营了很多年 中国消费者更习惯这类葡萄酒偏重优雅 果味和柔和的特性 我们的酒更适合搭配中餐 这方面我们是有优势的 我们会继续利用这个优势 过去五年 敦斯莫尔每年去中国至少两次 他试图让中国的进口商和消费者相信 美国最好的葡萄酒不仅仅来自加利福尼亚州 他认为 如果这种努力成功的话 他的酒厂仍然可能在未来三年里实现在中国市场的销售目标 美国之音张珍 纽约上周华盛顿维尔报道 美国之音张珍 纽约上周华盛顿维尔 美国之音张珍 纽约上周华盛顿维尔 美国之音张珍 纽约上周华盛顿维尔